我們現在要做的料理是 雙筍 甘胃 嫩雞胸 我已經把陳醫師剛才講的 養肝四寶 我已經把它變成高湯 就是這一碗就對了 對 沒錯 那你是怎麼樣 像我現在摸溫溫的 你是用泡的對不對 對 我用清水把中藥材 稍微把它洗乾淨之後 然後用熱水泡著而已 就可以了 對 就可以 那你說這個跟一般高湯 可以當高湯 它非常非常的甘甜 而且我們等一下要把它過濾下去 然後你會看不到藥材 其實很多小朋友 只要看到藥材 藥材就會有第一彎 對 心裡的那個障礙就過不去 可是不看到 它就可以吃得下去 這邊我們有準備了一些橄欖油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紅蘿蔔 稍微拌炒一下 然後給它一點點的蒜味 所以你的雙筍是 角白筍跟蘆筍 沒錯 角白筍跟蘆筍 然後把它拌炒一下 理事長 所以你剛剛的養肝四寶 其實是可以分開用 我們不一定要四個全部集合 對不對 對 陳竹竹講了 他用四個藥材去做一個高湯 這個是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做藥杉料理以後 比較簡單 而且比較實用的方式 但是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你要掌握到它的口感 口感 有時候因為濃度太濃 下去以後它整個 所以他說用泡的 對 不是 它就是說量你要控制好 那量來 你跟大家講一下怎麼樣才好 我的意思說 你大概加多少才符合那個口感 如果太濃的話 量太大的話 味道太濃 這個口感上差很多 沒錯 其實我大概都是兩三片 然後絕名子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絕名子我們平常就是會泡茶喝 所以那個味道是我們可以接受 其他的藥材我大概都兩三片而已 其實大家知道 他原本是做法式料理的 然後他現在把這個藥材入菜 你覺得一點都不違和 跟你所有的法式料理不違和 因為這幾個 好酷 這幾個藥材 其實它的味道是非常甘甜的 對 我這邊其實有泡多了一點點 事實上不用這麼的多 大概兩三片 兩三片 對 兩三片 絕名子大概一小碗就可以了 你可以泡一大碗的高湯 其實這進來 你幾乎是 可以聞到是那個香氣 而且因為有甘草剛剛 這邊我們比較要分享的 就是我們的雞胸 雞胸如果你單純這樣煮的話 它會比較的柴一點點 我們這邊雞胸切薄片之後 給它一點點水 然後這邊給它一點點的調味 鹽巴 對 鹽巴稍微抓一下 如果你要加胡椒 也可以加一點點胡椒 這邊澱粉你可以用玉米澱粉 或者是太白粉 或者是素薯粉 對 沒錯 我稍微抓一下 把它保護一下 我們吃那個蚵仔 有時候還會有 那外面有一層粉 那這樣子保護它 它就會有一點點的 那種保護的效果 OK OK 比較嫩 所以小碧巴大家學起來 它在滾了之後 把乳筍放進來 這個時候我們的雞胸肉 就把它放進來 OK 好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方法 會比較滑嫩 對 像張醫師 你們提醒大家在飲食上 要避免去踩到肝癌的地雷 什麼東西比較重要 我先分享給大家聽 最近有一個 我們前輩的肝膽胃腸科名醫 他本身看診很忙碌 結果有一天他不舒服去做檢查 結果居然發現他已經得了肝癌了 而且還肝癌破裂出血 大家就很驚訝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後來發現說事後去討論 可能他本身他有B型肝炎 再加上他有一個飲食習慣 比較有問題 他常常在看診的時候 一餓就拿花生來吃 一餓就拿花生來吃 這個花生假如保存不當 大家特別要注意所謂的 黃麴毒素的產生 黃麴毒素的話 不是只有花生有 其實像日常的五穀類 米 然後五穀雜糧 沒有保存好 都會有黃麴毒素 還有所謂的乳製品 比方說乳酪 甘酪 優酪 其實這些東西都有可能黃麴毒素 台灣的氣溫 假如是在25到32度 然後根據研究方案 現在沒有 36到38度 但是台灣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說濕度又特別的高 這種時候黃麴毒素 都會大量產生 所以大家保存這些 五穀雜糧 花生乳製品 要特別注意溫度跟濕度保存 好 其實在我們健康2.0的官網上 有很多健康訊息 大家都可以上去搜尋 來保護你自己跟你的家人 然後這邊我們把它稍微剝開 你看那個雞胸 差不多半熟的時候 你就把火關掉 然後用泡的方式把它泡熟 泡多久 對 大概泡兩分鐘就熟了 因為如果你從頭到尾都一直滾 那雞胸還是會老掉 然後加上枸杞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有點類似像 舒肥法的方式來完成這道料理 藥膳料理養肝器 推薦這道雙筍 肝胃 嫩雞胸 以藥材泡製而成的湯汁 搭配鮮嫩的雞胸與蘆筍 好吃 不膩 清爽又甘甜喔 喜歡健康2.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.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